多多費, 我要吃雞腿 不能進, 我要進 不准 為什麼不讓我進? 難道你藏起來了一個男人? 是就優惠你了 不, 你裝一下 那樓盤對著廚房門 那又怎麼樣?你沒聽過嗎? 開門建造, 錢財多好 好是什麼?沒有, 會破財的 正所謂開門建造, 錢財多好 當然不是, 你不用怕 想當年我家一開門 打斜就看著廚房 這樣也不用怕了 我從97住到2006都封鎖起了, 是不是? 全香港家起碼有一半以上 開門對著廚房門 廚房門對著廚房更加沒問題 所以如果你萬一廚房門對著廚房 完全不用理, 不用當, 不用發脾 荷包也沒問題 沒有雞腿 沒有雞腿就吃辣味 我買了整鍋辣味飯 我買了整鍋拿走 為什麼我拿不起來? 因為我黏住了 你先黏住了嗎? 當然不是 風水學上電飯煲一定要放在那個位置 不然腸胃一定會有問題 電飯煲可以擺出廚房也行 沒所謂 原來古代來說, 燥是死的, 不能動 現代沒人用燥煮飯, 用電飯煲怎麼辦? 風水縮縮, 電飯煲的按鈕 向著自己的材位或生氣位 旺財旺丁, 還可以的 但你說不可以四處擺 他也說可以四處轉, 為什麼不可以四處擺 所以四處擺沒問題 也不會破財, 也不會病, 腸胃一定沒問題 除了吃煎炸的食物, 多就有問題 師傅, 你金晶火眼睛, 你看什麼? 看水 師傅, 什麼是轉行做天文台? 幫人看水? 我不是幫人看水, 我幫香港看水 幫香港看水? 當然, 水對一個地方很重要 山館人丁, 水館財 水多財多, 水罪財罪 對香港最重要的 一定是我們後面維港的水 當然, 我們維港九曲內水 位置三公, 曲水有成, 直水無情 我們香港這麼出品 成為一級城市, 只靠這個曲水 師傅, 大家都知道維港的水好 究竟好成怎樣? 那就厲害了 維港的水發源自珠江口 再經過小濫屯門 然後吸水門吸水進來 再經過藍花勒海峽進入維多利亞港 再機場蓄一蓄水, 然後才是里沿門出水 內水長, 去水短 內水大, 去水小 等於你賺一萬, 一個月洗一千 剩下九千, 多厲害 九千 還不止 原來維多利亞港 再出口的時候 有個東龍洲頂住 等於你喝波子水 又倒轉個瓶, 波子塞住 原來水也漏不到 變成一毛不白, 剩很多錢 另外一個港套路港 會不會是出水位, 守財財? 是, 更加不會, 那個厲害了 原來這個套路港除了維港之外 是第二個香港最好的水地方 因為它是四水歸圓 它收了大埔林川河, 城門河 和北西谷的所有水 就聚在套路港 還要不止, 它聚了很大的水 裡面還有水塘, 水中水 即是收藍的錢沒人知道 還要不止, 赤毛開合的出水位 很窄 內水多, 去水少 雖然沒有維港九曲水那麼厲害 但也是一個不失小聚的地方 原來套路港這麼好水 師傅, 如果住在附近 那就是河包, 會有很多水 對, 凍水就凍財, 淨水就淨財 整個套路港是淨水 淨水當然是淨錢也沒人知道… 你們倆幹什麼? 大庭廣眾這樣濫用 才會惹他犯了什麼事? 要戀他耳朵 師傅, 我們情同姊妹怎麼會這樣做? 不是, 只是幫他看照片而已 對, 他只會觀察我耳朵 但看照片不用這麼辛苦 要拔起東西學看照片 人家都不看 那應該怎麼看? 那以文風而知, 學第二 師傅, 耳朵基本上可以怎麼看? 最簡單, 大、厚、硬、白、高 就合格了 師傅, 耳朵怎麼為大 怎麼為小呢? 那就簡單了 原來上就到尾, 下就到尾 大於此為大, 細於此為小 以大的人腎氣足, 體力好 以小的人小過容易病, 身體一般 師傅, 高又如何, 低又如何呢? 高要比眉高 原來耳朵這個位置叫思想 通常有高深的思想 比較想照顧社會的人耳朵比較高 低就注重個人物慾享受 歐洲美國人大部分比較高 我們亞洲人大部分耳朵是低的 不知道是不是亞洲最近一百幾十年 太多災難, 最重要是吃飽 所以這個…這個要吃飽 這個有理想 還有師傅, 有人說耳朵的顏色 都可以表達一個人的特點 有沒有這樣的事? 顏色最重要 正所謂耳白於面, 聞名四方 耳朵白, 神氣足, 記性好 尤其是古代科舉制度的時候 記性好, 考試就合格了, 是不是? 好了, 師傅 我聽說耳朵軟, 容易受人疏擺嗎? 耳朵硬是否代表個人特別硬 對的, 你看師傅的耳朵 簡直好像沒有骨 骨骨的 好像魷魚一樣 對… 很可愛… 不用怕 不用怕, 我剛才說了 除了大小, 軟硬, 還要有顏色 夠大, 不過軟, 補數 耳朵小, 不過硬, 等於補數 平衡, 平衡 耳朵軟, 也代表神氣不足 好, 只是耳朵軟, 如果又小 才有問題 只是軟而很大, 打和 硬是否代表厚? 對 硬和厚不同 厚多嗎? 厚多也可以很軟 所以你看硬是否硬 真的要摸人的耳朵才行 還有, 有人說 耳朵像佛祖那樣, 會有福氣 會否越長越好呢? 耳朵越長越好, 不會像佛祖 上書經常寫上書很奇怪 知道上書怎麼寫嗎? 雙耳垂堅者大貴 雙耳垂堅 兩隻耳朵倒下來 肩膀才是大貴 好像是歐陽 我知道 好像有些外國人穿很大的耳洞 真的掉下來的 那個又沒用 垂豬說明像粒, 豬要圓 圓的意思是要厚 所以看上去有熱豬, 還有厚度 不能這樣繞出來就沒用 那個豆腐的晚年非常好 財富衣食豐足 先拆長一點 另外呢, 有些像溫馨一樣 耳骨反出來, 這樣又代表什麼? 香港女生最常見 尤其是年輕的女生 是 這個叫輪飛鴿粉雙營父母 還有什麼叫雙營父母? 就是小時候不聽話, 包吵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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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爸爸說什麼, 他就說不是 別人說要這裡, 他又不是… 小時候聽話, 現在聽不聽話? 聽不聽話 可能是例外 也對, 我們看上有例外 不過如果看本性, 我也不太相信 女生硬頸一點是好的, 師傅 現在這個年代就沒辦法了 這個年代全都是女生作主 所以女生一定要吵頸 男生唯有, 好的… 好的… 好, 你也答應了… 好, 師傅, 另外, 我問你 兜風耳又怎麼樣? 兜風耳看我就知道 千萬別亂說我是非 你在十幾呎之後, 我也收到封 不過背後說我, 我就聽不到 兜風耳很極端 要是出身極貧, 要是出身極庫 要是看英國王子的耳朵 比我更兜, 人家做王子 誰知道我就做乞丐 你穿黑色衣服也不是乞丐 不是, 兜風耳通常出身… 要是很窮也很有錢 兜風耳的特徵就是思想新潮 作風大膽 所以如果家裡有錢, 上書也說了 兩以兜風就敗壞祖宗 或者敗家祖宗 因為他思想新潮 就想很多東西來玩 你就經常用錢 但如果出身很窮, 沒錢來玩 就想很多古靈精怪的辦法 去賺錢 我看到很多人都竊起耳朵 我們不如看他們的耳朵 好… 你好… 剛才不認識的兜風耳 叫順風耳, 這樣也可以 我們小時候看十兄弟 千里眼, 順風耳 順風耳的耳朵很大, 還會飛 是否要那隻 耳朵不是很軟 耳朵就腎氣足 而且看不看耳朵跟我一樣 因為旁邊叫鱗, 看不看不看 沒有那個鱗 對, 這樣是怎樣呢?師傅 原來沒什麼事 也是跟兜風耳一樣 兜風耳… 或者他要的順風耳 大部分都是冒鴿 先叫做順風耳, 要冒鴿就冒充 他也是思想新潮, 著風大膽 要冒鴿就冒鴿就冒鴿就冒鴿 我怎麼知道 很厲害, 收刀 你順風耳是這樣的 全都爆出來 很多花巧, 新奇事件 所以做你男朋友也不容易 我們看看耳朵看不看 耳朵很白 不用曬太陽, 不用煮了 耳朵, 這隻最明顯, 看不看 整個耳朵的鴿是很白的 先看看額, 雖然額不算特別漂亮 但也算是比較闊 因為耳朵白通常少年運氣比較好 我們不可以單看耳朵, 無論如何 也算是額, 額就穩妥一點 也不錯, 很少人的眼睛這麼有神 看不看, 眼睛很有神 是 有神比你, 差不多拍得住我 真的拍得住 所以你的耳朵白跟記性好 眼睛有神, 黑白分明也是不錯 是 跟我很像, 都是繞風耳 是… 好像一大一輩子 原來左是, 爸爸又是媽媽 是不是跟阿伯特別不合? 不是, 跟爸爸有關係 對, 好像… 為什麼你左邊繞這麼多 你右邊比較帥 我知道, 你睡覺 是不是經常這樣反耳朵地睡 可能是, 看來接著睡 原來刀風耳還不夠大 看不看, 刀風耳比我的刀風耳這麼大 對, 你這個刀風耳很闊 原來刀風耳大, 身體比較好 刀風耳小, 代表小時候又白艷 身體又一般, 可能沒得白艷 不是, 你們是冷靜嗎… 谢谢大家